也是我们国际法系列的第四期 今天我们请到的主讲嘉宾是赖华向教授 他现在是我们本部国关学院的助理教授 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 获得了国际法博士和政治学硕士 在这之前 他是北大和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政治的硕士和本科 应该是本科在我们法学院是不是 还是一直是在国关的 在国关 之前一直在国关 对 夏老师他是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视角和方法 来从事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法研究 开设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中国与国际法国际组织等课程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语谈人是我的同事马吉老师 马吉老师是我们这里的 就是我们说接地faculty的一位资深的 讲授法律阅读和写作的老师 他曾经就是从我们这里毕业的 然后到耶鲁大学求学 现在在牛津大学法学院共读法学博士 他的研究领域是国际经济法 国际司法 跨国公司和国际国家安全 他非常客气 说今天的就是赖老师的这个讲座的领域 不是他的专长 他是来学习的 但是我知道马老师也是我们学院 就是在业界比较活跃的一位老师 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 好 那我就把这个话语 交给我们赖老师 赖老师你也是 就是按照你的逻辑来安排这个 这个讲座的这个时间 然后留出时间给我们同学 和我们与会的朋友们来提问题 好的 谢谢黄老师 那我把这个PPT全评一下 好的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晚上好 非常荣幸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和大家在线上见面 那么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 我是既有国际关系的这个学术信念 也有学习国际法的经验 那么我自己现在的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呢 也是基于我这样一种 在两个学科都学过一些 虽然学得不是很深 这样一个基础 做一些交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 能够和各位老师 特别是马吉老师 还有各位同学 请他的一些老师来分享 我自己做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交叉研究的一些心得 那么我们之前 其实好几位老师 在他们的讲座里面 都已经谈到了国际法和国际政治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 这样一种错综复杂 相互构建的关系 是非常的高屋建领的 在理论上是非常有深度的 那么我在听完之前的几次 讲座之后呢 特别是上一周 上两周 陈一峰老师的讲座之后呢 我心里很焦虑 我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该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 超越这些老师 不用说超越吧 可能这个 连就是和他们进行一个 平等的对话 可能都比较难 所以今天呢 我更多的是 从我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的 实践出发 以我在两个学科都受过 比较系统的训练 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出发 来和大家 来和各位师友 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所以今天呢 我这样一个分享的主题呢 就是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当时黄老师问我要一个英文的名字啊 我想了想就用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ale of Two Disciplines 想通过呢 看待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这两个学科的发展 以及这两个学科 他们是如何看待彼此 然后来 从这样一个学科史的角度 来看待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那么今天呢 我的分享主要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想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国际关系学科 实验下的国际法传统 第二个呢 就是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例 看一看其中国际法的 这个传统 以及消逝 以及最近的再重新被发现 那么之后呢 我想结合一下我自己在国际经济法 和我一些教学的经验 来谈一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 一些交叉研究的前沿进展 那么最后呢 可能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个人的一些心得 并不是特别的系统 特别的理论 但是确实是这几年以来 我在和国关的同学 和国际法的同员 进行交流的时候 最深刻的一些体会 我相信今天在做 或者今天线上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可能大部分都是国际法 或者法学院的背景 所以呢 我既然现在是在这个国关教书 那么就是想和大家来稍微的介绍一下 我们国际关系学科 或者说现代国际关系学科 现在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 它的起源以及国际法 在其中占有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一般会认为 国际关系研究呢 起源于欧洲 就像我们说国际法研究 也是起源于欧洲一样 那么但是它的历史 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 比起国际法来说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 那么它首先是脱胎于20世纪初 这样一个洋溢着国际主义热情的 这样一种外交史研究和国际法研究 那么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起始 找到一个起跑点的话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把1919年在威尔士大学 设立国际政治教习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 这样一个起点 一个起源 那么担任这样一个教职的 教职教授的这样一个首任的学者呢 他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国际关系学科 他聘请的是一位历史学家 也就是弗雷德·齐摩恩爵士 那么齐摩恩爵士呢 他曾经作为英国的外交官 参加过巴黎和会 并且参与创建了至今仍非常活跃 非常有影响力的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那么在这之后呢 英国的很多的其他的高校 比如说牛津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也开始设立这样一种类似的 国际关系的教职 那么在历史学家之外呢 国际法学者 在这个时候国际法 已经是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了 国际法的学者 也非常积极的参与了 这样一个国际关系 这样一个新兴学科的 一个初期的建设 并且在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当中呢 尤其的强调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他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说在那个时期 非常著名的国际法学者 劳特派特 首先他本人呢 就是国联的一个非常坚定的捍卫者 那么在他自己的著述当中呢 也是反复强调 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 来研究国际关系 那么我们讲回 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学科的起点 也就是这样一个讲习 国际政治讲习 那么他的第四任教授呢 又回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手中 也就是对于我们国关的同学和学者来说 十分熟悉的爱德华·卡尔 那么卡尔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啊 叫做《二十年危机》 从1919到1939 《国际关系导论》 我相信对于很多国关的同学 或者是说对国际关系有兴趣的同学 这一本非常经典的著作啊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都是我们最开始接触到 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一个必读书目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 卡尔对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 有关于国际法和国际联盟 这样一种非常乐观的描述 和乐观的论述 提出了一个很强烈的批评 那么他们两之间呢 也是有一个学术上的辩论的 那么在国际关系的学者看来啊 一般我们会把他们两人之间 有关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样一种尖锋相对的对立观点 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 特别是如果大家对国际关系理论 感兴趣的话 或者对于国际关系 作为学科史感兴趣的话 这个时间点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 由私人创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的诞生 比如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 我们刚才提到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那么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感兴趣的同学呢 我相信对这几个机构的名字 应该都是不会陌生的 这几个机构在今天依然是非常的活跃 那么在20世纪的上半叶呢 他们的研究和工作的重点 也是一部分的放在了国际法 或者说以及相关的和平研究 或者说国际组织研究 国链研究上面 特别是我们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它是出资创立了海牙的和平工 和海牙的国际法学院 那么至今是依然是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可以说国际关系 或者是说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 它是建立在20世纪上半叶 剧烈动荡的欧洲国际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它的学科基础是什么呢 一个是历史 特别是外交史 第二个就是在20世纪上半叶 非常为人所探中的国际法 这也就是我们说国际关系学科 它在创始的时候 其实它的基因当中 它的血液当中 是有非常浓厚的国际法色彩的 或者说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 有机的组成部分 是我们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者 当时的国际关系学者 是必须要去研究的一个对象 那么然后呢 我们说历史就从 这个一战结束 走到了二战 那么我们说二战结束之后 国际关系的重心 是从旧的欧洲大陆 转移到了新的大陆 也就是转移到了美国 那么这个时候 有关于国际关系 这样一个新兴学科 它的学术重心 其实也是随着 国际关系实践的重心 从旧欧洲 转移到了新大陆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国际关系的研究呢 它是很快的 是抛弃了它自己的一个 欧洲的色彩 换上了一个 它自己的一个美国的面孔 那么一方面我们知道 在两次大战期间 国际法和这个国联 它是没有能够有效的阻止 二战的爆发 引发了学界对于国际法 在国际关系当中重要性 的这样一个质疑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 这样一种学科的独立意识 特别是我们知道 很多的战后 很多的美国在美国从事 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呢 其实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或者是在二战期间 被纳粹德国迫害的 欧洲的难民 那么在种种因素的 共同作用之下吧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的国际关系 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呢 它是也有了它自己的一个 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特点呢 也就是说是逐步的和国际法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说看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呢 主要我们要看一个 这个得意的犹太学者 叫汉斯摩根索 我们国际关系学者呢 很多时候会把摩根索称为 国际关系学科之父 当然了 我们说的是现代的国际关系学科 他在1948年出版的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这本一般被视为二战后 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 奠基性著作当中呢 他提出了一个 或者说现实主义的六原则 那么这个六原则呢 提出来是国家利益 是由权力来界定的 并且反对把普遍的 抽象的道德原则 也就是我们说一定程度上 是由国际法所体现的 反对把这些普遍抽象的道德原则 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 那么他提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原则呢 被称为现实主义六原则 他是指在为国际关系 重新划定一个学科的边界 那么从学科史的角度出发呢 这个时期国际关系研究 他对权力的强调 以及对国际法的一个疏远 为国际关系研究从国际法的传统中 独立出来 提供了一个学历上的 或者是说概念上的一个合法性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研究 它被纳入了我们说战后 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范畴 一个分支 我自己是在美国的政治学 也学习过一段时间 那美国的政治性呢 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分支啊 我们可以和中国的这个政治学学科 结构进行一个对比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政治 然后是政治哲学 然后比较政治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和美国政治 是并列起来的 我们还有国际关系 这个我念书的那会儿 还有这个政治学方法论 但是我相信现在这个政治学方法论 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学的一个东西了 但是就大概这样几个分支 那么国际关系 它不再是一个 以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的身份来存在 而是作为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学科 一个母学科 政治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 那么国际法呢 这个时候 它当然了 一直以来也是被视为是法律的一个分支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法研究呢 它在这种一种学科的划分上 也就是有了一个分道扬镳了 大概是二战结束之后 十年左右的时间 那我们讲到国际关系 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征 或者至少是我们说 在中国学者看来一个很突出的特征 就是三大主义论 也就是说我们做国际关系研究 好像永远都绕不开 这三大支柱理论 分别是现实主义 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 之前我们也有老师都谈到了 在他们的讲座当中都提到了 这不同的主义 对于国际关系的一个不同的 一个前提假定和理解 那么在二战之后呢 这个现实主义 它是最早是涌现出来的 那么我们说在当时 这样一种学科身份焦虑 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 这样一种科学主义思潮的 共同推动之下呢 这个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首先是拥抱了现实主义 这样一种理论 那么在现实主义看来 国际法呢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 一个事物 它是政治的一个延续 它是国家之间政治的延续 那么国际法的制定 国际法的解释 和国际法的适用 那么这些是为 我们说传统的经典的国际法研究 所特别看重的一些东西呢 它是由权力 由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 来制定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在50年代60年代 特别盛行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 那么国际关系理论 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中期呢 我们开始看到了一种新的理论的诞生 叫做制度主义 那么在制度主义之下呢 它是国际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国际法是作为国际制度也好 或者是国际机制的一种 它一种具体的表象 它不再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政治的延续 它有一定的独立性 有一定的自主性 但是我们知道国际制度 国际机制本身 在制度主义看来 那么还是一个 根本上还是一个 有权力来决定的这样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在制度主义之下呢 国际法它的这个自主性 它的独立性 也还是受到疑问的 并且它只是作为一个 国际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存在 它在国际关系研究当中的一个地位 是相对边缘化的 那么是直到我们说冷战结束之后 我们说建构主义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这样一种兴起 那我们可以发现 国际法的重要性呢 慢慢的被提及起来 那么国际法呢 它被视为一种 国家主体间的一种共有的观念 或者是一种主体间的信念而存在 那么这样一种共有的观念呢 或者说我们用国际关系的一种概念 来讲就是国际规范 那么是可以从长时段的 去塑造国家的一个身份认同 或者是去重塑 它的这个国家的利益 等等等等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 国家的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战后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图谱当中呢 国际法的地位呢 是逐步上升的 但是虽然是一个逐步上升的一个地位 总体来说 它并没有获得这个学科在诞生初期 那样一种非常核心的 做一个学科基础的这样一个地位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原因在发挥作用 有比如说政治的因素 也就是说美国他在这个战后 二战之后呢 这样一种权力的这种霸权的结构 可以让他并不是那么的看重国际法 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种历史记忆的原因在里面 比如说大家对于两次大战之间 这种国际法没有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 这样一种认知等等等等 那么既然今天谈到的是学科史 我认为就是从学科发展 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国际关系 它变成了政治学的一个分支 也就是说它要服从政治学研究的 这样一种普遍的方法和规律 那么政治学呢 它又是像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 它追求一种普遍的理论 它追求一种这种抽象的经验 然后适用于这个整体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 我们说社会科学方法有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期呢 我们说传统上彼此本来是相互加强了 这样一种国际法和外交史的传统呢 在国际关系它成功的变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 反而在这样一个独立的学科当中 可能是隐身不见了 这一点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当中 是非常的显著的 在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当中呢 情况会好一些 但是由于美国在战后 它的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这样一种 绝对的优势地位 以及它在支持生产上的这样一种 独领风骚 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接受美国的政治学 或者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 对于世界的认识 尤其是对于国际法的认识 那么其实很多学者 他自己也就是我们说欧洲的学者 甚至有些美国的学者 他自己也都认识到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甚至到今天 国际关系依然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它的主流的叙事模式 主流的话语 以及它对于理论的设定 我们说这种三大主义式的理论设定 其实是都是源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的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我们说刚刚谈到了建构主义理论 在国际关系学研究当中的一个兴起 那么这一段时候 为什么说建构主义会兴起 那么作为建构主义一个理论重点的 一个国际规范 或者是作为国际规范之一的国际法 它为什么又会获得一个重新的一个被发现 或者再发现会重获瞩目呢 那么会有以下几点原因在共同发挥作用 那么首先是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它是非常的强调国际法 对于维护当时的一个现状的这样一个关键作用的 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 就是开始兴起了这样一种所谓的全球治理研究音程 当然这样一种研究音程至今还依然非常的活跃 尤其是在中国极其的活跃 一会我们会讲到 我其实不是特别的理解啊 那么这样一种新兴的全球治理议程呢 也要求对于我们说治理 它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那么它需要对这些规则进行一个构建 进行一个法律的分析 那么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研究的议程 它确实是需要服务于美国在当时的这样一种霸权地位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段时间呢 涌现出来很多与国际法相关的研究议程 比如说我们讲说国际关系的司法化 或者说叫做国际关系的法治化 Judi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也就是强调用这种法律的 这种和平的争端解决的模式 来取代传统的我们说武装冲突 或者是传统的外交斡旋 来解决一个国际争端 那么在近年来呢 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和计划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国际规则 或者说国际秩序本身的这种争论呢 是越来越突出了 那么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竞争呢 也越来越多的由一种法律战的形式 所体现出来 那么在这样一种变换的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下 我们也可以发现法律 它是从一种从一种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 是一种服务于政治的角度考虑 我们可以看到它确实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瞩目 那么它是经历了一个从最开始的思想渊源和学科基础 到被舍弃 最后到被再发现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么讲完了这个整个的 或者是说以美国为主的这样一种国际关系学科普系 在可能近一百年以来的这样一个变迁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 看一看中国的学者 无论是国际法的学者还是国际关系的学者 他们是如何来看待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问题的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 国际法是一个拨来品 而且我们中国人最早接触到的国际法 或者是说从上到这个皇室下到平民百姓 他们最开始能够与国际法有一个切身的这样一个体会呢 我们说是在19世纪的中叶 也就是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被迫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这个是中国与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首次的相遇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中国的统治阶级 或者是包括中国的士大夫阶级 他们所非常熟悉的这样一种朝共体系 或者是种传统的中华世界的秩序呢 是逐步的走向了崩溃 那么当时的这样一种朝共体系 是被我们的这种不平等条约体系所取代 那么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呢 也成为了我们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国家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 或者是一个法令的基础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们说中国从清朝政府开始 到了后面的民国政府 国民党政府 以及我们说新中国的成立 那么我们说可以看到 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废约运动 或者是修约的外交 那么民国这个政府呢 特别是以固域军为代表的 一系列的这个外交官 他们也非常的积极地倡导中国参与 当时刚刚创立的国联 以及参与创建 我们说二战之后的这个联合国 那么虽然中国它最初接触到的 这个国际法是以这种非常屈辱的 不平等的条约 这样一种形式所体现出来的 但是在相对短的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一百年之内 中国对于国际法的被迫接受 到一个积极的学习和运用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样一段时间之内呢 一段时期呢 国际法它不仅是 我们说晚清政府 它在考虑和中国之外的世界的关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那么它在很多的时候呢 也是现代中国国家构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框架 那么在这一段时期呢 我们说这个有关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呢 他们之间的一种历史记忆 或者是一种 一种回忆吧 我觉得往往是和这个 强权政治或者是说 弱国无外交 这样一些我们在国际关系 或者说大众关于国际关系的讨论当中 经常听到的一些表述 比如说在这里 我是来取了顾维军 他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他在这个留学学生年报上 发表的一篇短文 他是这样写的 当今日之事 虽约有强权无公理 然国际交涉之时 常能以国公理争强权 则强权者 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木 而抹杀公理也 这里说的公理呢 其实就是国际法 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顾维军呢 他是在 应该是哥伦比亚大学系统的学习 国际法 那么他当时的一个心愿呢 就是运用他在美国学到的 国际法的各种各样的知识 来帮助当时的 我们说这个 最早是这个清廷政府 那么之后的民国政府 来挽回一些中国 在这样一种非常贫弱的时刻 在挽回一些外交上的一些颓势 那么二十多年之后 当这个顾维军 已经成长为一名非常成熟 和这个锐智的外交官的时候 他是这样来看待这个 弱国无外交这个问题的 从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他对于国际法 在其中发挥的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他是这么说的 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 为其方法则不同 而弱国之外交 有关重要 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义 以稍有所失 稍有其他方法补救 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 其获得结果也顾不易 而获得结果后 常不能充分利用之 也就是说 顾维军呢 他是认为 对于弱国来说 外交是尤为重要的 他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 一个外交 外交对于一个强国的 一个意义 那么在外交当中呢 什么更为重要呢 他提到了非常多的因素 那么我们可以从他的 回忆录 从他的这个 外交实践当中可以看到 熟练的运用国际法的语言 国际法的工具 来维护当时的 中国的一个利益 是他最为常用 也最为人所称道的 这样一段历史的回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公理争强权 也就是以国际法 来维护 我们说中国的一个 国际地位 或者是国家的一个 固有的权益 或者是主权的 种种主张 那么在整个这一段时间呢 国际法 它是发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它是作为一种 争取国家 民族独立和国家权益的 这样一种 重要的工具来存在的 也就是说 在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 至少在民国时期 国际法是占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那么这个时期呢 我们说 当时也会有一些 关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之间 他们一个学术的一个论述 那么在这里我找到呢 是一本从美国引进的 一本小册子 那么在这本书的 《议者序》当中呢 这个《议者》呢 也是尤为地强调说 中国在处理 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 必须非常的清楚 国际公法与国际关系 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 这个有当时 这些 这个非常资深的 精英的外交官 他们自己 刘洋学习的经历 与他们的经历 特别是学习 法律和国际法的经历 有关 那么同时呢 也和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当时中国非常产弱的 国际地位 那么怎么样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只能寄希望与国际法 也同这样一个政治的现实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段时期 中国的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 它其实是没有去分开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 也就是说在欧洲 甚至是在美国 它慢慢露出这样一个萌芽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分道扬镳的这样一种趋势 在中国在民国时期是并没有出现的 那么这时候的国际关系教学呢 它内容涵盖了非常多的法律的内容 包括国际公法 国际司法 条约法 以及很有意思的国际组织 在那个时候对于国联的研究 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法研究的一个重头戏 那么担任这些国际关系教学的老师们呢 也大多是具有国际法学习和实践经验的外交官 也就是他们借助自己的这种 在国际法上的一些实践的知识 不仅是为中国的外交服务 也把这样一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紧密相连的 这样一种理念传递给了他们的学生 那么然后呢历史就走到了 我们说新中国的成立 那么在新中国成立期间呢 这个时候成立初期呢 我们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也没有就是和美国一样 开始强调国际关系的一个学科的独立性 强调国际关系应该和国际法相分开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 北大的政治系 它是开设了很多的法律的课程 包括国际公法和条约论 那么在50年代末呢 现在的法学院之前的北大法律系 然后也开设了国际关系史课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铁牙教授 他就先后在北大教授过国际法 然后外交史 还有国际关系史等等这些课程 我们一般都知道说 王铁牙教授呢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飞深海内外的一个国际法的学者 但是因为我自己在北大国关工作 那么我和我们系的 我们学院的这个老教授聊天啊 我听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在文革结束之后呢 其实王铁牙教授本来是要担任 当时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所长的 由一位国际法的学者 来出任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所长 我觉得在今天看来 可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是在一个 我们说这个 知识上百废戴心的这样一个 关键节点吧 这个由这样一份 这样一位国际法的 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 或者外交史都非常熟悉的 老师来担任 来这个挑起国际关系的 这样一个重任 教学的重任 我觉得是意味是非常深长的 那么同时也说明了 就是说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它是有着非常深厚的 一个国际法的传统的 那么我们说1978年 恢复招生之后呢 王铁牙教授也是在北大 开始同时在着手培养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 方向的研究生 那么这样一种 我们说打破了 学科之间界限的 这样一种模式 在今天看来 也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在这之后呢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 它是怎样一种路径的发展呢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时候中国的 国际关系学者们 研究者们 开始把眼光投向了美国 投向了这个大洋彼岸 他们会发现 原来在美国 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 独立于历史 独立于法律的一个 独立的学科 而这时候中国的 国际政治教育呢 大部分的教师啊 或者是毕业于法学院 或者是毕业于 这个我们说当时的 北大的历史系 也有政治系的老师 那么这样一种状态呢 当他们把目光 投向了当时世界上 最为强大的国家 他们的学科建设 是这样一种状态之后呢 对于很多中国的 国际关系学者来讲 当务之急就是也要 明确地梳理 自己的学科身份 也就是要重新去思考 与外交史 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那么也就是在 大约是在这一段时期呢 在中国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也就是变成了 两个平行的二级学科 这样一种学科之间的关系 也是类似于在美国 就是国际法 隶属于法学院 然后国际关系 隶属于政治学的一个分支 这样一种学科的分工 那么以我自己在国际关系 这样一个学科求学的经历 和我对之前的一些 这个过往的一些教台的 这个梳理来看呢 在这段时期 国际法课程的比重呢 是一直在下降的 在有一些学校 甚至是完全的抛弃了 国际法相关的教学 我们说在这个国际关系的 这个学科内部 那么在发表 对于老师们来说 最为最为关键的 这个发表领域啊 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关系的这种期刊 也是越来越强调 对于自己的 这样一种学科的 这样一种独立性的捍卫 也就是它非常少的 去发表国际法的研究 那么反之亦然 国际法的期刊 也很少去发表 我们说国际关系 相关的研究 那么这样一种局面呢 到今天可能依然如此 尤其是说 我们很少在 国际法的期刊上 看到国际关系的研究 我们慢慢的看到 一些国际关系的期刊 会发表一些 国际法的研究 但是这些研究呢 它的法学色彩 它并不是那么的强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一个情况呢 我觉得和当时中国学习 我们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学它的理论 学它的方法 追求一个理论化 追求一个科学性 是有一个非常 这个 非常紧密的关系的 那么我们说 国际法它的研究呢 重在这个论证一个 合法性和它的一个合理性 或者强调它的一个规范性 它同这种社会科学 视野下 强调因果机制的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路径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国际关系研究当中 我们是 如果是遵循这样一种 社会科学方法 那么我们是需要 做一个研究设计 然后是要去找一些 比如说 所谓的这样一些 普世的一些规律 或者是说 找到用某一个单一 或者某几个变量呢 去解释一个非常复杂的 国际关系的现实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化的 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呢 同这种 我们说国际法研究的 这样一种强调 对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然后开展一个非常复杂 强调一个内在逻辑的 自诧的这样一种 法学的研究方法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说现在这样一种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科 相独立的彼此之间 对话很少的 这样一种状态 如果我们从 学科史的角度看来 它更多的是一个 人为划定的 一个学科界限 而且这样一个 人为划定的界限 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历史 我们说中国传统的 经典的国际关系研究 并不是这样 欧洲也不是如此 更不用说 我们在国际关系的 实践当中 就像我们之前 好多位老师都提到过的 法律和政治 从来都不是分开的 它从来都是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一种 学科上的人为的分离呢 其实是对 我们说复杂的 国际关系现实 和国际法和国际政治 紧密相连的 这样一种现实的 一种背离 那么这样一种 人为的学科分界 我觉得是对于 国际关系的这种 复杂程度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误读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因为我自己 在国关教书 我们在国关教书 基本上很多课程的起点 永远都是1648年的 威斯特法利亚合约 可是当我问到我的学生们 不管他是本科生 研究生还是博士生 有多少人读过这个合约 迄今为止 我还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同学 举起手来说 老师 我有找到这份合约 然后尝试去阅读 有没有读懂 是另外一回事情 没有关系 当然了 这是一份17世纪的合约 也许找起来 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当我问到同学 有多少同学 就是坐下来 认认真正的读过 联合国宪章的时候 我发现比例也尤其之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对于 可能对于这个 咱们今天线上的 法学院的老师们 和同学们来说 联合国宪章是 大家一定会去 非常熟悉的了解的 这样一个法律的 一个根本性的法律文本 它是二战之后 我们说国际秩序的一个 为国当时的 亚尔泰体系 树立了一个根本的原则 这样一份重要的 国际法的文件 当然在国际关系上 也具有一个 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我自己的 教学时间当中 好像还没有遇到 很多的国关学生 有把它认认真真读完 更不用说去理解它 我觉得这样一种现状吧 其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那我们说 这样一种局面呢 在近年来 可能稍微的有所缓解 或者至少在研究者的层面上呢 是有警醒到说 应该对于国际法 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那么这当中 同中国遇到的种种 与国际法相关的 国际关系的压力 有关系 比如说 我们中国在近年来 遭遇到的一系列的 我们说法律战 比如说南海仲裁案 或者是中美贸易战 以及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 种种的国际法律争议 此外呢 对于中国的这样一种 国际关系上的批评 也越来越多的是 批上了一个国际法的 这样一个外衣 也就是说 从合法性这样一个问题出发 然后来对中国提出一个批评 和施加压力 比如说这个指责中国 没有忠实的履行 应该尽到的各项国际法的责任 这一点在可能中美贸易战当中 尤其的明显 那么或者说近几年来 有关于到底什么是国际秩序 什么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什么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样一种关于国际秩序的这样一种 不同的各自的表述 其实都在向大家展示说 国际法在当代的今天的中国外交 它其实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现实需求的驱动之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关的学者 也在去把目光投向国际法 那么也有很多国际法的老师 开始去探讨国际法和中国外交之间 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这样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 好 那么讲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当中的国际法传统 从这个根深蒂固到消失 再到这个被找回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国际法 看一看国际法这个领域当中 它是怎么来看待国际关系的 那么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是要从这个历史当起 历史之前张永乐老师 陈一峰老师都已经讲得非常好了 我就在这不再赘述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从八九十年代以来 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念到的那些文献当中 它关于国际法研究 关于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的理解 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最近三四十年以来 比较多的是一个我们讲的实证转向 empirical turn 我们讲实证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转向 那么在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转向的背后呢 其实也是蕴含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政治的议程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这一段时期以来呢 越来越强调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 而且很多呢是由这个国际法的学者来去推动的 当然了是由美国的国际法的学者来推动的 陈一峰老师在他的著作当中呢 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入的探讨啊 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这样一种实证转向研究也好 或者是说交叉研究 交叉研究也好 它主要还是建立在我们说国际关系当中 制度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我们说 说到就是国际法的传统的经典的研究方法呢 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还是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呢 它是以法教育学为主的 我们知道这个法教育学 doctrinal analysis 怎么做呢 首先是要确立使用的一个国际法的规则 然后我们把规则适用于一个具体的问题 然后对于这样一个规则本身 做出一个规范性的评价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说最为经典的一种国际法的一种研究方法 它是以这样一种演绎和推理为主的 那么其中这种最为根本的 或者我们说法学院的同学 看家令人的本事啊 这个法教育学方法呢 它是怎么样来运行的呢 它能不能同社会科学方法 有一个很好的对话呢 还是说它是像陈老师在海文中写的 它是一种不可通约的对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法教育学在国际法的研究当中呢 它主要是说也是要强调依据国际法本身的 这样一种自身的原理 运用国际法的解释的规则 对于国际法的文本进行一个阐释 这是一个法教育学的一个基本的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 它会预先假定文本的绝对的权威 也就是我们给定的这样一个法条 或者是说是一个习惯国际法的原则 然后呢 假定这样一种法律原则的绝对的权威 同时呢 它也承认 特别是对于法条 承认文本和文本之间 也许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么对于文本进行一个解释 来解决可能的不确定性 来解决可能的冲突 那么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呢 追求的是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严谨 那么和社会科学方法 我们看到了 它强调的是说 要提出一个有限的 明确的一个研究问题 要去测量它的一个核心的研究变量 要去收集数据 并且利用这些数据 或者是案例 这个来去检验它这样一种假设 然后呢 所有数据的收集和案例的选集 都要严格的遵循社会科学的一整套原则 最后是要服务于一个 我们说一个因果机制 一个因果推断 我们最后的产出呢 是要寻找到一个规律 并且把这个规律 推广到其他的事情 或其他的领域当中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方法呢 它是存在一个非常根本的 一个冲突的 也就是说一个强调 它的内在的逻辑严谨 强调对于文本本身的 一个深入的挖掘 另外一个强调呢 是往外去看 强调的是规律的一个普世性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说国际法研究 或者说经典的国际法研究 和我们说经典的国际关系 或者是经典的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它确实是比较难的 融入到一起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理论上 难以进行这个我们说和谐的 这样一种对接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 我们说推动国际法 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 它是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衡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交叉研究 更多的呈现出来的是 一个单向的理论接见 也就是把国际关系的理论 应用于一个国际法的话题 在这里依然是把国际法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看待的 那么这样一种 我们说学科的交叉呢 它是重在运用国际关系理论 特别是那三大理论 一定程度上也有一些忠诚理论了 来去运用到一些 我们说所谓的国际法的数据上面来 或许是条约的文本 或许是某一个判决等等等等 那么在其中国际法的理论呢 是很少被出现的 那我自己也是在法学院上过学 那么我记得我最早 就是上国际法的课的时候呢 老师让我们念自然法与实证法 像我们介绍国际法的不确定性 等等等等 这个在我看来是特别陌生的一些概念 我会去下意识地去寻找说 里面的字变量和音变量分别是什么 它是想去回答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普遍的普世性的问题 不确定性 它怎么样能够去推导出来一个 有关于某一个因果机制 当然因为那时候我刚从政治系转去了法学院 思维还没有完全拧过来 但是这是这样一种学习的 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的这样一种迷惑 自己这样一种困惑 会让我自己之后在 我今天在做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交叉 一点点的时候去想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讲交叉 可是我们没有把国际法的这些根本的理论 自然法与市政法 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等等等等 把它运用到国际关系的上面来 我们很少把这些法学理论 运用到一个国际关系的案例 或者是说国际关系的数据上面来 所以这是一种完全的一个理论的实衡 那么在此之外呢 我也会认为是说 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方法上的失衡 或者是说一个方法上的一边倒 它都不是一个失衡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看到了各种交叉研究呢 强调的是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 来研究国际法 那么依然是把国际法 作为一个被研究的课题 那么这样一种研究出来的结果呢 并不必然 但是很多时候 它得出来的结论是一个 其实和我们说 对于和法学的一个常识 可能并不是完全一个 相符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很少看到 法学的这些基本的工具 基本的技巧 比如说对于这个 法律文本的这样一个阅读 怎么去解释一个法条 怎么来判断这样一个判例的 它的这个 这个法律效力等等等等 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很少看到这样一些 法律的基本功 或者基本的方法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运用 所以这个我觉得 最后出来的一个交叉研究的 一个形式呢 它其实是一个 去法律化的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交叉研究 它只是把国际法 作为一个方便的 一个时髦的一个研究对象 把它拿过来用而已 最后服务的还是 我们说社会科学的 一整套的话语和方法 那么这也是我自己 在做研究和教学的时候 特别去想了特别多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怎么去在 怎么去避免这种理论的 单向借鉴和方法的 一边导的问题 那么更重要的呢 是我会发现说 现有的这些交叉研究 首先呢 它们大部分是由美国学者在推动 那么它这样一种 交叉研究的议程呢 往往是紧跟随 紧紧跟随国际关系研究的 一个议程的步伐的 比如说现有的交叉研究的 这样一种议程的 会把目光尤其多的放在了 我们说履约问题 条约设计 也就是我们国际关系说的 这种制度设计的问题上来说 或者是国际政治的 国际关系的法治化 然后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法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上来说 也就是说这种交叉研究 它并没有太多的自身的 这样一种议程上的创新 而是跟随了已有的 国际关系的 这样一种研究的步伐 那么在整个这样一个 学科的交叉的努力的 这样一种进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是谁在背后实力 当然是我们看到 比较多的是美国的 这种自由主义的 学派的学者 那么他们通过在 比如说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ar 这样用顶级的学术期刊上 撰文 然后来建议 来设置这个研究议程 就是非常巧妙的 也非常强有力的 发挥了一个 这种指挥棒的作用 告诉后面的年轻人 告诉这个 学术地位没有那么高的学者 说如果大家想去做 一个交叉研究 这里是我们已经帮你们 想好了一席的议程 大家可以在这里去 来去开展 你们的相关的研究 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看 这样一些问题的话 他们所比较推崇的 一些研究问题的话 也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对于现状的认同 我说的现状是这个 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之后 就美国的单极霸权的 这样一种一种现状 背后的这种非常强烈的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呢 也是其实为很多人所批评的 那么就像刚才 就像陈老师在他的文章中 特别指出来的 虽然我们说国际关系 与国际法的这种交叉研究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是总体来说 他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学界 还是在国际法学界 他依然是处在一个 相对边缘的地位 他的这个听众也好 或者他的观众也好 还是相对是比较少的 那么为什么他一直没有走到一个 这个学术研究的中心和前台 我相信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啊 但是这个也是让我们去思考的是说 那么中国的学者 他在去推动这个国际关系 和国际法的交叉研究的时候 他可以去 他有什么前车之鉴 可以去学习 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可以跳开哪些坑 或者是说 我们所推动的一个研究议程背后 它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学术问题吗 还有他有我们自己的 这样一个政治的议程在 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特别需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那么讲完了这些 可能是基于相对比较客观的 这样一种学科史料 学科史发展的这样一些思考之后呢 我想结合我自己的 这个在两个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经验呢 来谈一谈我自己对于国际关系 和国际法交叉研究 该怎么做 该往何处去的 一些非常不成熟的想法 因为我今天知道 今天在线有很多 这个国际法的老师 然后国际法的同学 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向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求教 那么我会发现呢 这两个学科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互为镜像的 也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 首先呢 他们都倾向于是 把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行为题 这是我们在接触 最初接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根本理论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的一些表述 或者说 这些表述作为一个学科的一个默许的这样一种 assumptions 已经被我们慢慢的内化了 那么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的研究当中呢 是越来越多的声音会去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能把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行为题 要打开国家的黑箱 或者是特别的强调就是 这个国家之外的行为题 也会对国际关系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法的领域里面呢 有类似的趋势 但并不完全的相同 比如说一定程度上 我们也会去强调说 国家之外的非国家行为题 比如说对于国家造法的影响 比如说当我们谈到这个法律渊源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传统上来讲 把国家的同意 作为法律渊源的这个唯一的来源 不管它是通过条约 还是通过习惯国际法 这样的形式表达表示出来 但是越来越多的呢 我们会去强调说 所谓的国际软法 甚至是说非国家行为题 无论它是非政府组织 还是跨国公司 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被接受的国际组织 他们参与到国际造法 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合法性问题 那么这个是有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会发现说 国际法对于国家内部的 这样一种分工的关注 还是相对是比较少的 那么这样一种 一种模式呢 当然是和我们说 这个实在 就是positivist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实在法的这样一种 占据主导地位 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 进一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当我们在讨论 国家参与国际造法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非常 并不是要做一个 理论的一个探讨 一个模型的一个建构 一种新的这种理论的尝试 我们只是就事情谈事情 比如说谈到中国入室的问题 谈到中国复官的问题 我们需要去探讨说 中国内部不同的政府机构 不同的这个行为体 它对于要不要入关 要承担要这个多少的 国际法的职责 它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去去 值得大家去探索的 或是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讲说 国际法或者是 包括国际关系学科 他们都有非常强的一个 欧洲中心主义 或者西方中心主义 那么在国际法 我们非常熟悉的论述 国际法的这个欧洲中心主义 那么在国际关系学科呢 有没有这样一种理论的自觉呢 我觉得就以我现在的观察来看 是相对比较弱的 是没有国际法的那种 欧洲中 国际法学者对于 欧洲中心主义的警惕 和反思那么的强烈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的 比如说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 这个和这个国际关系研究的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的这种一种 殖民或者是统治吧 它其实是非常美国化的 三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 是提炼于美国的自己的国际经验 而不是说 我们说和欧洲的部分国家 和广大的这个亚非拉国家的 这个国际经验 其实是并不太相融合的 这是一 然后呢 我们说很多的这种 国际关系的这种忠诚理论 其实也是 它的提出 首先可能就是和 美国的一些既定的 外交政策的议程 紧密相关的 比如说这个 核威慑相关的理论 或者是民主和平论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和美国的外交实践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 但是我们好像 至少我觉得在 在我自己做国际关系的学生 或者是我自己 教一些国际关系的课的时候 我会发现 好像这个学者们对 或者中国的学者们 对这样一种 对这样一个问题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 它这样一个语境问题 和身份问题 它的反思 还是不够强烈的 第三点呢 我会认为说 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研究 都需要特别的关注 时间的尺度 和一个历史的语境 我们在讲说 国际法 这个我们说强调一个 这个法律的 一个整个体系的变迁也好 或者是一个 习惯国际法的 这样一个发展也好 我们通常来说 是一个长历史时期 但是我们在谈到 比如说某一个条约 特别是双边条约 一个相对小的 不是一个多边公约的 一个签订的时候 我们可能这个关注的点 就是比较的短了 这一点在这个 投资法里面 我觉得是特别的明显的 就比如说 我自己看到了这种 关于投资法的 这样一种论述 基本上都是把起点 看作是1950年的 这个德国和巴基斯坦 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 把这个作为 国际投资体制的 一个起源 或者说现代国际 投资体制的一个起源 这个 这个当然是很有问题的 这个我们需要回到 这个殖民史 需要回到18、19世纪 这个美国和这个 拉丁美洲之间签订的 各种各样的投资协定 当时的卡尔沃主义 等等等等 以及帝国体系之下 这种投资争端的解决 我们需要回到历史 去寻找答案 这样一种就是 去历史化的 这样一种 关于某一个条约的 这样一种论述呢 在我看来是 部分的国际法研究 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同样的问题 也是国际关系研究 经常会去忽视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谈到 某一个制度 某一个秩序 秩序可能好一些 谈到某一个制度 某一个机构 某一个新的事件 我会发现这个讨论的 这样一个语境 会讨论所关注的 这样一个历史范围 特别的短 五年十年 二十年不过 三十年了不起 也就是很多的文章 看的都是随着中国 在19七几年 八几年以来 这个经济的崛起等等 或者说 起点放在这个 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个可能 都是忽略了 我们说 这个更大的一个历史的语境 或者是说 我们需要去思考说 是不是 可以把某一个时间点 作为一个 我们说一个关键的节点 来去判断 一个事情的一个走向 这个我觉得是 所有国际法的研究 和国际关系的研究 都特别特别需要去 关注和加强的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 这个 这一点可能就是 完全是来自于 我自己的一个教学的经验 和研究的一个心得 也就是说 在国际法的学者 谈到国际关系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大主义 但是国际关系 远远不止三大主义 比如说我自己在学 学国际关系的本科 硕士和我博士的头几年的时候 国际关系理论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我们学习的全部 至少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的教学当中 历史 国际关系史 或者说外交史 是占有了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一个比重的和地位的 那么为什么说会有这种三大主义式的 这种简化的想象 这个和美国的政治学的教育 是非常 关系非常紧密的 那我自己在美国的政治系 做过助教 他们的这个国际关系的 基本基础课程当中 首先是没有历史的 不像国内啊 就是近代国关史 现在国关史 战后国关史 要讲好长一串 在美国的政治系当中是没有历史课的 那么一上来讲的是什么呢 讲就是三大主义 他们讲得非常好 把这个理论讲得很清楚 会有带大家去运用 但是这种 我们说本来这些 这三大主义 就是基于我们说美国的一些 非常相对比较独特的一些外交经验 就会强化学生对于国际关系 就是有几套这个很简单的原则 所组成的这样一种 错误的理解 那么这样一种 一种教学的方式呢 这种教学培养的模式呢 我觉得很不幸 从美国扩散到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一定程度上 中国也有接受到这一些 比如说我会发现 因为我自己在国关任教 我发现同学们谈起主义来 都还蛮熟悉的 但是好像谈到国关史 虽然上过很多课啊 但是就不像对于这些主义的 这个信守年来这么的容易 但是国关国际关系研究 远远不止 国关理论也不仅仅是那些 真诚理论 有非常多的是在我们说地区 区域国别研究之下做成的 我们也会去很深入地探讨 政治哲学的影响 等等等等 国际法应该也是国际关系研究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国际组织研究 不仅仅是用各种各样的 什么功能主义啊 这个什么制度主义 去研究国际组织 而是回到国际组织本身 从历史去看待国际组织 从它的实际运作去看待 这样其实才是一个比较 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 国际关系的这样一个认知 以及我们或者是说至少在中国 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国际关系教育 应该有的样子 如果我们对 比如说对区域国别研究 有一定的了解 或者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国家的 内政外交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所谓的这些 这些三大主义所衍生出来 这种理论 他们所衍生出来这种预测 或者是这种假设 都是非常的站不住脚的 这是一 那么回到国际法呢 我会发现说 对于国关的同学来讲 那么也要认识到国际法 不仅仅是条约 不管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 至少我们说借用 我们在法学院学的第一堂 国际法的课程上学过的第一堂课 就是法律渊源来看的话 法律也不仅仅是包含的是条约 有习惯国际法 有一般的法律原则等等等等 那么这样一种基本的 我们说国际法的基础知识 基本知识常识 我觉得是需要 我们国关的同学 可能是需要去着重去加强 去学习和建设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到底如何去相互去借鉴 这是我一直困扰我自己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很希望能够去从事 把这两个学科最精华的部分 能够结合起来 然后解答我自己 关于国际关系运作中的 一系列的困惑 那么 我们就是 我不要再做了 有没有国关的同学 我刚回到北大教书的时候呢 同学们给我讲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描述 就是他们认为 国际关系的很多研究 是印象主义式的 所以我在这边 给大家找了两张图片 就是印象主义学派里面 就非常有名的作品 第一幅是 这个莫奈的印象日出 第二个是赛上的 这个玩纸牌的人 那么什么叫 印象主义式的国际关系研究呢 或者说为什么 把很多的国际关系研究 描述成一个印象主义式的呢 我觉得这两幅画 挺能说明问题的 也就是说 它的笔触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莫奈这幅画 它虽然你看不清楚 你仔细看它的细节 它都不是很清晰 但它给你一种 非常强烈的一种 整体的一种冲击感 或者是这种印象感 那么右边这一幅 赛上的作品呢 就是我们也是看 它的这种具体的细节 和这个印象 都不是那么的令人幸福 但是我们往后退一步 它可以让你 很强烈的感受到 我们说这两个人之间 它这样一种dynamics 或者是说 它给你传递出来 这样一种情绪 确实很多的 国际关系研究 它没有办法 把细节说得很清楚 但是它给你一种 它有它自己的 说说服员的一种能力 无论是国际关系 自己的逻辑也好 还是说它对于当下世界 或者某一段历史的一种 整体的描述也好 它的情绪 它的emotion是很重的 但是如果有人想去 一探这个究竟 想去刨根问底的 把这样一个细节讲清楚 我觉得往往可能 在国际关系的研究当中 我们难以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解答 而且有的时候 关于同一段历史 同一个问题 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莫奈可以 我们知道莫奈有可能 几十副关于睡联的作品 那因为国际关系上来讲 就是说关于同一个问题 可能不同的学者 不同的学派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它都可以给你一个 自圆其说的一种 相对面目比较模糊的 一种描绘 但是它也给你 一个很强的一个冲击 但是具体到细节的时候 好像往往都 都经不起推敲 这是我这个 从我的学生这里 这个偷师来的 这样一种 印象主义式的 国际关系研究 那么后来 我就会问自己 那是 那国际法研究 如果我们也要选用一个 画派来去形容它的话 应该是什么一个画派 我想了一下 可能是新古典主义 那么在这边 也是找了两幅 新古典主义最有名的作品 一个是 左边这个是 赫拉斯的兄弟知识 右边是这个 戈亚的非常有名的作品 那么 这些作品的表述是什么呢 这些作品 它给我带来的印象是什么呢 首先它的细节 都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精确 特别是左边这幅 就像很多的国际法的研究一样 你要必须把这个 某一个法律的一个细节搞清楚 甚至这样一种 对于细节的 对于一种技术性问题 这样一种执着 会被 有一些学者看来是这个 这个 只见树叶 不见森林 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回退一步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两幅作品都有非常好的 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构图 它对于光影的 这样整个一种布置 也是其实是非常给人印象 非常深刻的 也就是说 我自己在去学国际法的时候 可能我自己写作 还做不到这个水平 我自己在读这些 国际法的大师作品的时候 我常常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 他们会把细节讲得很清楚 但是在这些 很细节的问题之上呢 他们也有能力 就是去塑造出来 去建立出来一个 很强有力的一个 很能打动人的一个叙事的模式 而且新古典主义呢 它其实它的作品 它是对于 我们说古典主义的一个 一个反抗嘛 它是 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反对了 为美而美 它需要把这个 我们说道德 把这个 这个社会的诉求 蕴含在自己的绘画作品当中 我们说很多的国际法作品 它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道德的指向 好的国际法作品 在我看来都是有这样一个特征的 它既具体 也有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道德指向 并且能够把一个故事 讲得很完美 这个是我看来 就是国际法的研究 它就从整体气息上来讲 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 非常不同的 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吧 那么 我并不说哪一个一定要比另外一个更好 这个对于不同画派的这个喜爱程度 完全是一个个人的口味的 个人的这个品味的问题 个人的审美选择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这种国际法研究 它对于很多这种 我们说细节问题也好 技术性问题也好 或者是说对于真相 对于事实上一种探寻吧 我觉得是可以去解构很多国际关系的一个迷思的 这个是我觉得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能够相互借鉴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点 那么还有这个两个方面呢 可能更多的是与国际关系的实践有关和外交实践有关 当然会对我们做研究有很强的启示 比如说 这个我们说国际关系的学者 他特别喜欢去研究制度设计问题 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无论是现实主义的 还是这个制度主义的 可是如果大家去看这些人写的文章 就是国际关系学界的 写制度设计的文章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读完之后觉得不过瘾 因为他讲了很多的指标 讲了很多的一个 一个创世的一个原则 可是你看不到说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之下 一条一条的这个 我们说某一个多边机构的一个制度安排 或者说某一个多边公约的一个 每一条的具体的原则的书写 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就是说 我们要解决一个从权力到权力 从power到right 之间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 特别是涉及在 我们说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二战之后 或者一战之后 就是世界大战之后 它这样一种国际格局的转换 国际秩序的重新确立 它其实需要我们说当时的这个 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也好 或者是战胜国也好 它要把它自己的权力的优势 投射到一个法律的文本上来 把它权力变成一个 法律赋予的一个权力 把power变成一个 法条赋予它的一个right 所以这样一种过程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 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法律基础的 我们需要对它的一个法律原理 有所了解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两个学科可以 互相这个借鉴的 或者相互结合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 国际的争端解决 那么这个其实是受到了 我们说已有的研究当中 有关于国际关系司法化 这样一种议程 或者是流派的影响的 但是可能我更多的是想 去看到说争端解决的细节当中 它体现出来了权力的 如何的去展示 而不是我们去看到说 比如说用一个我们说回归分析 或者是做一个文本挖掘 然后去看说 这个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 更有可能在WTO 这个争端解决当中打赢官司 或者是说现有的这种投资 或者是人权的这样一种 这个国际法的判例 更倾向于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群 等等等等 这个我觉得可以去这么做 但是就像我刚才可能 我觉得不够满意的 就是说它是一种方法 对另外一种方法 一种理论 对另外一种理论的殖民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 比如说法律的争端解决本身 给予这样一份判决 文本足够多的尊重 我们试图从文本当中 去找到一个权力也好 或者是强势文化文明也好 它发挥作用的一个机制 我觉得也是一个 不妨去探索的一个路径 这是第二点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也和我自己的国关学院任教 或者和我平常在看国际新闻有关 就是国际法和外交辞令之间 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首先我们要理解 就是什么是外交 外交是一门科学吗 还是说它更多的是一门艺术 是一门说服的艺术 其实我们说外交官 他的这个 外交官也好 或者就是说 从事国际事务的这些人也好 他们的 他们在一个外交场合 他们的说辞 他们的辞令 他们的这种 自由材料权是相对是小的 也就是他们要在一个螺丝壳里 做到场 那么如何借用现有的资源 或者是 无论是这个 借助当地的这样一种 为当地人更为熟悉的这样一种文化的表述 还是说根据当时的一个社会情绪 把它充分的调动起来 还是说涉及到国际法 我们把国际法作为一种通用的语言 一种通用的 大家都知晓的一种词汇 我们给予自己的外交辞令 以更多的一个说服力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 比如说 伟大的外交官们 他们都有这个 比如说顾维军的 他的回忆录当中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非常知名的外交官当中 他们对于某一个问题的论述 是运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修辞的技巧 那么这样一种秀色的技巧 为什么能够更好的去打动人 我已经看过一些类似的一些文献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进一步的去发掘 或者是说 让我们自己去思考 当我们自己去思考 如何更有效的来提升外交辞令的 这个效用的时候 我觉得国际法可能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那么我这边说了很多 可能还是把国际法做一个工具 还是把国际法一定程度上 置于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 下面的一层 这样一个工具来看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背离了 我自己想要去推动一个平等的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相对话 相融合 相结合的这样一种研究方式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 我自己也没有完全的想清楚 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 能向各位室友求教 今天讲了很多我自己的 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理解 更多的都是从我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细节和心得出发 这个让大家见效了 黄老师 我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 您看接下来是请 是您来总结还是先请马老师来接着讲 黄老师 您没有开那个麦克风 我需要主持人帮我解 OK 现在解开了 OK 好 谢谢 我觉得很精彩 我觉得对我们STR的学生 其实特别特别的合适 因为这是从一个 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一个学科 有可能我们本 就是有同学本科学 正好国关是有可能的 但大部分同学是不熟悉的 但是又跟国际法 或者是我们这个 Transnational Law School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也有很多同学对这种国际政治 以及对这种国际关系是感兴趣的 但是今天他们知道 如果从一个学科开始 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学科 如果是作为一个国际法想专业的同学 那他可以把这个 他的触角伸展到哪里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这种研究的方法 好像去历史化的这种方法等等 我觉得这是对同学们来讲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这一点 OK 那马基老师 马基老师 OK 好 感谢赖老师的分享 我也是第一次系统性的学习国际关系 然后我就汇报一下 我学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 刚才赖老师分享的感受 然后我也有几页PPT 需要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马老师 您稍等一下 我在这个探索 怎么把我的这个共享给关了 OK 用的还不是很熟悉 那个主持人同学 能够帮我关了吗 应该现在关掉了 好的 谢谢 OK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到 我的 看得到了 看得到了 好的 就是 OK 我分享的这个题目呢 这个是这个国际法 对国际关系的规制 以大家 以及我们最近 尤其这个炒得比较热的 制裁与反制裁这个为例 这个 刚才这个赖老师 跟我们这个详细分享了 这个国际法的这个历史 来龙去脉 以及这个 以及历史上国际关系 尤其国际关系 对我们这个国际法的这个侵入 或者入侵 这个我就从这个反向的角度 尤其在那今天这个角度 这个国际法 可能群里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这个国际法究竟有没有用 这个尤其在世界这个 分乱复杂的今天 那我分享的题目就是 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规制 来证明 试图来回应一下 这个国际法 不是一个虚的学科 OK 那这个 例子就是有两个例子 这个第一个例子 就是制裁的例子 就是美国这个制裁 这个TikTok 尤其是去年或者前年吧 大家就是吵的这个比较热 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太适当 但是也非常适当 就是说这个例子呢 用到的不是国际法 我到这个倾向于 它应用的是transnational 是跨国法院 不是我们所谈谈这个 基于state-based的这个国际法 一会我还会详细的这个强调 那个在制裁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TikTok 这个事件这个起因 第一个起因就是TikTok 并购了2018年的时候 这就没几年 也就四年前 TikTok并购了MusicLay 是吧 今天如果看新闻的话 这个TikTok雇佣了这个 当时的这个CFO 也就是这个交易的 这个幕后的这个律师 作为他们的CFO 是吧 当时这个MusicLay呢 这个还是加州的一个 非常小的创业公司 真的是非常小的创业公司 是吧 这个听说在这个苏州 是吧 还有一些分公司 然后这个可是 没人亮到这个世界发展这么快 TikTok也发展这么快 顿时这个就定格了一个短视频以后 这个没几年之间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TikTok 在19年这个下载量 都在各种排名当中 都已经是WhatsApp和Facebook的 强烈的竞争对手了 这个我规矩于这个原因啊 非常简单 因为疫情来了 疫情来了 大家都得待在家里吧 待在家里总得干点事情吧 是吧 干什么事情 最耗费时间呢 刷视频 刷视频 刷半天 刷一天 啪啪啪时间过去了 你也开心了 他也有流浪了 顿时他的排名也上升了 TikTok就呼应了这种疫情下 全球人民的需求 排名叉叉叉上升 但是这也是超出这个TikTok的预料的 是吧 TikTok也没有料到18年 我就并格了一家小公司 咚咚咚我就成为全球的 是吧 No.1或者No.2的这个 这个视频平台了 所以 这个就 这个 引起了这个竞争对手 Facebook 是吧 Zark伯格的这个不满 是不是 因为大家如果看这个上个 Potpoints的话 就是说 TikTok Facebook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就现在就是TikTok 所以在这个 美国中医院的这个反垄断听证会上 其他国家都没有说这个中国的坏话 只有Zark伯格说 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互联网网络 做法非常不同 他们正在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 他试图提高到一个 这个意识形态激烈竞争的这个国家的高度 那个苹果谷歌亚马逊啊 表示这个 中国没有窃取美国的技术啊 只有Zark伯格暂停节点说 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等种种激烈的言论 让美国政府啊 在这里面其实有Facebook 对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劳聘 当时是Trump 是吧 这个 就引起了这个美国政府的 对一个APP公司 你想想2018年的时候 他并购Musiclay的时候 只是一个什么公司呢 只是一个APP公司 我们要站在五年前的角度来讲 谁能想象清楚一个APP公司 怎么能和美国国家安全联系到一起呢 是吧 但是无奈 这个你看这个TikTok 全球下载量 叉叉叉 从17年开始 到2020年 全球的下载量 在美国青少年当中 10个美国人 有6个青少年 6个青少年 这个我TikTok 我不得不说 他确实可能TikTok 如果有这么广阔的使用率的话 确实好像输出了一定的价值观 这个意识形态太强烈了 就像这个如果大家我要推它的话 如果这个价值观是你被接收到的信息 说输的 所以说 这种强烈的这个中国 以中国为背景的这个TikTok 加上Facebook这个竞争对手的景色 加上中美贸易战 以及川普对中国的这个敌视 所以就引起了这个美国政府 对 TikTok的打压 这是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 就是说 OK 先下下第一道行政命令 第一道行政命令是 2020年8月6号 说 OK 禁止TikTok的公司 禁止TikTok的公司 因为美国子公司有任何交易 any transaction 虽然这个行政命令 大家出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transaction 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吧 是不是包括这个TikTok和员工之间发薪水 是吧 TikTok和这个美国这个 这个这个公司链之间的这个关系 是不是也包括在内 什么叫做 是吧 但是第一个的行政命令就发出来了 这个行政命令是在8月6号 是吧 Trump 这个行政命令是依据于美国国内的 IEPA这个法案 这个 这是第一道行政命令 美国一周 美国一周 第二道行政命令就出来了 大家记得吗 记得什么时候 并购的music lane吗 2018年 TikTok并购的 在加州一个小传业公司 然后2020年8月14号 当TikTok成为全球第一大 或者第二大 这个流量性公司的时候 川普说 你必须分拆你当时的交易 是吧 你必须分拆 这是第二道行政命令 8月14号 于8月0号 仅过了这个 一周的时间 是吧 就是说 在国 这是一个 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 也就是 即使不是从中国人的角度 从全球所有的角度 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 政治打压 是吧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打压 批 就是像这个赖老师说的 批着法律外衣的国际政治行为 这个法律外衣是什么 美国的这个行政命令 这个川普这个在美国 尤其是给大家刚才讲了这个 IEP这个法案 在这个法案情况下 他是拥有这个exclusive discretion 来做这种事情的 是吧 你看2020年8月14号 这个要这个说 你要把你以前并购的 musically这个分拆了 你要站到这个tiktok的角度 你想想 这个交易怎么可能分出来吗 这个交易不是说 我买了一台机器 我并购了一个工厂 是吧 我买了一个子公司 这个交易是什么呢 我并购了一个软件类的 musically是吧 其实应该说用户流量 大家已经合并在一起了 可能你知道吗 这个已经合并在一起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才分说 谁可能是musically产生的用户 谁可能是tiktok产生的用户 谁是musically产生的收益 谁是tiktok产生的收益 但是川普仍然是说 你必须拆分了 是吧 依据的是safe这个法案 这个是依据这个safe 大家估计这个 如果对这个美国这个海外 这个投资并购委员会 这个熟悉的话 是吧 safe 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机构 这个也不叫机构 一个委员会 他有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属于 通常用财政部牵头 财政部 包括可能国安部 这个国土安全局 可能都在那 这个safe 有一个特点 是允许事后审查 你如果事前没有提供审查 我事后可以审查 甚至强烈你分开交易 这是美国国内法 这是美国国内法 但是这个议会牵涉到这个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美国国内法 这是当时这个路透社的这个头条 路透社说 川普说 字节跳动 你必须 是吧 在90天之内 分开交易 是吧 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压 赤裸裸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 美国说的对中国的经济制裁 是吧 在一种 针对的是TikTok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类似的这个行政命令 有针对这个微信的 是吧 现在呢 大家见惯不惯了 是吧 现在这个川普 这个 不是 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呀 不制裁几家中国公司 大家好像就没有什么新闻可见了 现在动不动就制裁 我们已经习惯了 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习惯 觉得这个 怎么这么荒唐的这个事情发生呢 你要站在这个TikTok的角度 是吧 面临这种国际制裁的行为 是不是 你怎么去保护自己的利益呢 是吧 你难道说 我利用国际政治去反击吗 这个 你怎么去利用国际政治去反击呢 是吧 当然有一种说你可以去游说美国政府 是吧 但据我了解啊 TikTok当时这个游说团队基本上还没有了 零 只是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后 他们的这个游说团队 他才重视起来这个 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TikTok 这个就实行了这个以下的措施 目标就是说我要生存下去 因为当时TikTok的估值已经1000亿美金 OK 可能今天的股市已经不行了 但是当时的估值是1000亿美金 你想想 这个TikTok就采取了什么呢 法律输出 竟然在美国国内法下提起这个法律输出 是吧 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是吧 加州 宾夕法尼亚 哥伦比亚特区 是吧 专门针对美国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 说你这个违反了美国的这个宪法 是吧 违反了Dual Process 美国的这个正当程序 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TikTok当时的第一份这个起诉状 列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七中罪 我叫我称之为七中罪 这个我当时说的七中罪 结果这个后来环球时报也采有了我这个 说七中罪 这个 就是他们反正列了 就是说OK 你这个侵犯了这个我言论自由 你还侵犯了我言论自由 因为我是给大家提供言论自由这个平台 是吧 你这个违反了这个 Restricte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美国法院这个先 最后呢 其实这个判决 大家都不知道最后啥判决 但是 大家知道临时命令 不是临时禁止令下来了 临时禁止令 美国法院下载了临时禁止令 TikTok赢了 是吧 TikTok赢了临时禁止令 那美国政府就被动了 是吧 美国政府被动什么了 川普下台了 是吧 川普下台了 换成拜登了 到现在为止 那拜登政府 随后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拜登政府说 OK 我们发布了说 OK 我们仍然需要保护 是吧 美国的这个Data Security 发布了一个这个的行政命令 在这个行政命令当中 大家如果认真读的话 这个在倒数的123456 倒数第六行 我的字体比较小 这个倒数第六行 其实大家看出这个行政命令和川普的行政命令是有区别的 倒数第六行 这个拜登提出的这个行政命令说什么呢 我们呀 以后做出的决定 要基于 regural evidence based analysis 就是我们以前做出决定说 认为 川普时期 他说川普时期 说我们这个制裁这个TikTok 我们认为他侵犯了国家安全 我们是没有 其实他是没有冲出证据 甚至TikTok微信是吧 一系列包括这个小米是吧 甚至要与认为这个小米和这个中国有密切的联系 大家记不记得 还制裁这个小米手机是吧 一系列的案件都都输了 都输了 因为为啥呢 真的就是不是evidence based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拜登也是学法律的嘛 是吧 这个是吧 也是说OK 以后我们下的行政命令啊 要基于evidence based 所以通过这个方案啊 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通过这个事例啊 这个是不是美国制裁 这是其中 举出一个例子 你包括这个后面的针对微信的小米的 好 以罗框公司的 好 你包括现在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OK 还可以这个起诉这个美国公司 还可以这个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这个说一说 我们可以运用法律 在面对强烈的这个国际 国际政治行为 毫无道理的国际政治行为的情况下 来规制国际政治行为 这是法律对国际政治的 国际关系的 如果困难为国际关系法 就是国际关系的这个规制 但大家有一个疑问呢 说 你刚才谈的是什么呢 你刚才谈的是美国的法律 不是国际法 OK 这里这个回应这个两点 确实是美国的法律 是吧 但是大家如果看 就说其他案例的话 是吧 其他案例的话 你会发现 华为在面临这个瑞典 这个政府的 类似于国家安全的打压 把它的这个5G 给进了 也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 给进了以后呢 华为就利用国际法 叫做国际投资中产 直接对瑞典政府提起了这个诉讼 是吧 这是国际法的例子 TikTok为什么没有运用国际法 来保护自己呢 因为这个是根据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case based 就是具体案例 具体分析 当然这个TikTok 可能也有国际法的理由 是不是 你限制了我的app 其实也是会限制了这个投资 是吧 我当然也可以提起投资仲裁 对不对 利用国际法 来保护我自己的利益 是吧 但是TikTok这为什么要干呢 你想想 TikTok为什么没有干 美国政府要说 你马上要得给我关了 是不是 你得马上给我关了 他要说 TikTok说 我要提取一个国际仲裁 估计你的国际仲裁 还没有开始 你的都已经关了 你的不得不关 对不对 是吧 你这个app公司呢 这个流量公司呢 和其他的这个 你比如说华为还不一样 流量公司你敢关一周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用腾讯会议 是不是 如果腾讯会议关一周 哦 这个是用户呢 是有粘性的 是吧 腾讯会议关一周 大家以后都不用了 你想 TikTok也一样啊 你这个用一周 哎 你这个敢关一周 你本来有六个美国青少年 十个当中有六个人用你 我估计一周过后 可能有一个人回来就不错了 是不是 所以他有用户粘性的 所以他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生存 使自己这个公司在那种情况下 依然可以生存 可以供客户使用 粘住自己的客户 才是自己最大的目标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OK 他没有采用 当然我有一定道理可以采用国际法 没有采用国际法 而是采用 我叫 我叫做 Transnational 就是说 利用这个跨国法律 是吧 当然现在指的是美国法律 是吧 来保护自己 也是这个对国际关系的一种 国际政治行为的一种 规制 这是这个 我讲的这个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就是说 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国际法和这个 这个国际条例 大家都知道 这个欧盟这个反协谱条例 是吧 这个说正在拟定 正在拟定 说欧盟反协谱条例的背景 说什么 说中国经常胁迫 我干一些事情 尤其是欧盟的一些小国说 中国经常用经济胁迫行为 来胁迫我干一定的事情 所以他要拟定这个欧盟反协谱条例 来反协谱 他认为 如果你认为反协谱是一种反制裁的话 也可以 这个与我的这个题目呢 进行这个呼应 这个第五条 你比如说条例 这个还是在 Draft的这个法案 欧盟委员会 如果认为协谱存在 且欧盟有必要预议回应后 欧盟将首先 与大家这个协商 谈判 或者斡旋 以及国际仲裁 等各种方式 是吧 如果上出手段没有效果 是不是 欧盟说 那我也去制裁 他说的就说 欧盟说 如果我采取了上出手段以后 都没有啥效果 比如说我跟你这个 欧盟 你比如说 我都说美国协谱欧盟 典型的 大家就是 你看这个俄乌战争 就体现得非常明显 典型的就说 美国协谱欧盟的话 如果没有协谱 那欧盟就要施加出制裁工具 是吧 但是大家如果看他的这个方案的话 大家如果认真读这个这个方案的话 这就像这个刚才这个赖老师 这个提到的呀 就是说这个国际关系呢 就像印象独一样 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欧盟反协谱条例 这是一个典型这个国际关系的一种 是吧 通过也可以说通过批着这个法律外衣的一种行为 但是呢 他仍然要寻找国际法的依据 是不是 大家看这个国际法的依据 大家看他这article 7 大家说 他说欧盟的反措施 response measure 是吧 他称为自己为response measure 是吧 这是他的说 这个我们这个委员会要采取这个下列的测试 他叫做response measure 大家看这个 大家 他把他自己的response 说我反胁迫 或者说 真协商不了的 我制裁美国 或者制裁中国的行为 称为什么呢 response measure 紧接着 其实他在序言当中的第十段 序言当中第十段 说怎么解释自己的反措施呢 说 我这个其实是一种 counter measure 国际法中的 counter measure 我是符合 国际法的 这个 大家如果知道国际法 是反措施的 说 我如果符合国际法下的这个反措施的话 我这个就不是违反国际法的 所以说 这个 大家看这个国家 对国际移动法行为的这个规制 这个反措施 就是说你要采取 counter measure 就是说反措施 像满足一系列的这个条件的 这个一系列条件 你比如说 你这个当然 第十八条说 OK 国际法上是这么规定 胁迫的 是吧 你这个 是吧 然后 你要对一个 另外一个国家 发掘反措施 是不是 你只能在一个国家的行为 构成了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 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况下 你才能反措施 这是先决条件 是吧 你这个反措施 也得符合一定的目的 和限制性条件 是不是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很多 其实法律的细节 是吧 EU是不是和这个成员国之间 这个attribution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不细致讨论 这个 还有这个反措施 你说你受到了损害 你要采取反措施 是吧 你要和自己的损害 相证 是吧 这都是国际法 对反措施 也就是response measure 也就是反协迫条列中的 潜在的规定 从这个案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OK 国际关系 我要通过 欧盟反协谱条例 来实现我国际关系的一定的目的 比如说 号称我为了反协谱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我仍然是需要 去找国际法的依据 我这个依据就是 国际法上的反措施 是吧 他认为 但是中国就 也比较中国 其他国家可以说 其他国家到时候可以说 OK你采取反措施的时候 你并没有符合国际法下 所规定的反措施的各种 比如说目的与这个措施 这个相称啊 等各种要求 是吧 当然欧盟企图首先 在那之高点说 我这个就是反措施 但他究竟符不符合反措施 还得另外说 是吧 所以说这是国际法 对国际关系规制的 我举出的 第二个案例 大家近期看到这个俄乌战争 这个俄乌战争 其实和我们刚才谈到的 其实一模一样 你说这个俄乌战争 不就是国际关系吗 不就是这个国际政治吗 但大家是吧 大家为什么这个什么 一直如果这一系列问题 都可以在国际法上中 找到是否正当 或者不正当的依据 比如说各个国家 制裁俄罗斯 是不是正当的 在国际法下 是不是符合反措施 各个国家是否有义务 一起合作 比如说美国说 美国今天还给中国外交部说 中国外交部 你得一起 是吧 来这个制裁俄罗斯 当然外交部说 我们不玩小圈子游戏 是吧 各个国家是否有一起合作 义务来制裁俄罗斯 是吧 这几天 美国这个New York Times 是不是 Lawrence Tribe 这是美国的哈佛大学 发现 好像是这个宪法教授 是吧 是吧 New York Times说 Lawrence Tribe说 我们要冻结俄罗斯的央行财产 我们把这些央行财产冻结以后 要分配给阿富汗的 不叫阿富汗 乌克兰的难民 是吧 这种措施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 Positive就破 这个今天 昨天吧 在Law Fair上写博客 就破了一瓶冷水 他用了一个词 叫做intellectually junk food 这个智力上的这个垃圾 说这个Lawrence Tribe 就是 fancy idea 就是很fancy的 每个人都觉得 好不错 是不是 为了正义 是不是 我们要去 给乌克兰难民声称正义 这个Paul Stephen 也是美国这个 具有这个实践和理论双背景的 这个是吧 这个大牛说 你们这个东西啊 当然他谈出了两个原因 第一 美国国内法是否允许 还是个问题呢 就是什么 什么 Foreign sovereignty Act 是吧 美国国内法 只允许你free 可能最多成下 只允许你冻结 但从来不允许 你冻结以后 把人家财产给剥夺了 冻结和剥夺 分配给难民 完全是两回事 在第二点理由 就是说 你就像我们的 你这个冻结 这个俄罗斯央行财产分配啊 你这个反措施 也得符合国际法上的反措施 是不是 你这个不一定 这个这种行为 是符合国际法上的反措施 是否符合乡称 是这个目的的 是吧 然后这是第二个小细节 是吧 然后第三个 是吧 是否可以这个协助俄罗斯 经济协助是否可以 武器协助是否可以 经济协助和武器协助 到底有啥区别啊 看这个俄欧战争一出来 当然美国人这个 站到自己的角度啊 先发这个博客说 先说中国不能武器协助 否则 这个是耶路大学法学院 这个奥纳哈斯维先写博客 这个中国不能武器协助 否则违反国际法啊 到底是不是真正违反呢 这都得从国际法上找到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俄欧战争的例子 欧马反协迫的例子 是不是 在典型的这个国际关系事件中 这不是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当中 大家都要从国际法角度来找正当性依据 那你说国际法到底有没有对国际关系 进行一定的规制呢 我觉得是有的 是吧 这个那我们就典型的这个进行 summary一下 这个总结一下 是吧 总结一下就是大家看 这个 中间的三个案子 是吧 三个案子 是吧 俄欧战争的这个欧盟制裁 然后还有这个TikTok 欧盟反协迫 TikTok这个 这个适用这个 这个TikTok这个制裁 国际法对国际关系规制 是从哪些角度 来进行规制的 或者运用来进行说 你国际关系不能够 不能够进行这一步 是吧 比如说 一个是 international law making 这个国际造法的 这个角度 你比如说 欧盟反协迫乔例 还是一个Draft 还是个草案 他在造法的时候 他就得考虑 这个国际法 是吧 这个欧盟反协迫乔例 是吧 他是一个造法 是吧 在造法的时候 他意图影响国际关系的时候 他就得考虑国际法 是吧 第二个 适用这个国际法 是吧 国际法究竟有没有 赋予你正当性 包括我们采取的TikTok 这个案例 我们如果把那个 作为跨国法律的话 是吧 这个跨国法律 有没有 是不是 你可以适用 来保护你自己的利益 来阻挡国际关系的 这个国际政治 这个行为 是吧 比如说 川普对你的 无理的这个国际政治 这个打压 这就是典型的这个 应用这个国际法 或者国际关系 在那个时候 谁也帮不上TikTok 谁也帮不上 当然我们会 这个TikTok的事件 比较复杂 中国政府还在关键时刻 还拉TikTok一把 大家如果记得清楚的话 关键的时刻 其实TikTok 网上 其实环球10号也承认了 说TikTok有一天说 TikTok 要在48小时之内 与谁打争加 Microsoft 或者Oracle 买家都确定 48小时之内 也确定了 大家记不记得 这件事情 可能大家不记得 因为我这个 关注的这件事情 可以记得很清楚 路透社 纽约时报 各大报纸 包括环球时报 全都说 48小时之内 TikTok就要卖掉了 偶尔 当了 没戏了 这个时候呢 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什么呢 中国政府周五 今天是周四 周五晚上10点 看一个我们这个 中国政府官方人员 还是工作非常精彩 周五晚上10点 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谁知道这个发布会 照看了没有 大家都不知道照看了没有 但是这个发布会说了 我们扩大了 我们的技术进出口目录 增加了两个条款 这个技术进入 增加了两个条款 其中一个条款就是说 涉及到这个 什么这个数据 技术方面的这个高科技 不能出口 要经过审批 我不知道这个中国政府 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 但你要说这个时间巧合 也太巧合了 48小时就要卖掉了 下架都找好了 绝对内部交易 内部谈判 对人谈判非常清楚 中国政府说 你还得TikTok 你卖掉也得经过 我中国政府的同意哦 不是你想卖就能卖的 买家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 中国政府是通过什么形式呢 中国技术狗调整了一下 技术狗进出目录 我们扩大一下 其实就是中国政府运用了跨国法律 来在一个国际政治性事件当中发挥作用 所以说这也是这个如果把中国政府运用跨国法律 和TikTok运用这个跨国法律行为加起来的话 大家会发现跨国法律还是对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事件 具有一定的这个规制作用的 是吧 这个这里面运用的时候 你总得interpretation 是吧 你interpret什么呢 我的response measure 欧盟说 我的response measure 反我的反应的measure 反协迫的这个措施 是符合countermeasure 这都得解释 是吧 这都得进行解释 但是 改变不了什么 就是说国际关系 当然也会对这个 这个国际法 是吧 是具有一定的作用 就是说这个刚才赖老师也强调这个positivism 待会我们这个再讲这个小故事啊 最后一张 然后但是这个 在实证国际法角度的情况下 这个国际法的这个渊源 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说我这个是treaty或者customary rule 是我的国际法的主要 这个大家说我这个特意区分 这个international和transnational区分 international law 就是我们现在现在谈论的实证主义这个国际法 transnational law 就是说你具有一系列 我们现在中国所号召的这个涉外法律 你可以认为transnational law 是吧 如果我们只谈论这个international law的话 实证主义的话 其实我的international law 也只是在这个我的sauce不变的情况下 我的sauces treaty和这个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都不变的情况下 OK 这是这个所以说国际法通过哪些路径来规制这个国际关系 这是这个这是这个总结的summary 然后最后一点这个小故事 根据这个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啊 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国际关系对国际法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尤其是这个赖老师刚才也强谈了 国际关系就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学科 国际法可能就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个 学科恰好呢我都在这个两个大陆都在都学习过是吧 这个感受余生 这个 当我这个有一天从这个美国大陆转到这个这个英国大陆以后 第1节课这个与导师对话 导师的 第1句话就是forget about new haven school that's not law ok 欧洲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欧洲的时政国际主义国家的情况下 什么new hav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这都不是时政法的啊 这都不是时政法 这都不是我们欧洲人所强调这个时政国际法 欧洲人强调欧洲人是认为他的时政国际法 但是欧洲人说 这是这个栽自于这个 vulkan law 当年是这个 Oxford的这个 Chil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law Chile professor 有名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法律人我们法律人是要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呢我们只是贡献当中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只是automatic 是吧 我们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当然 外交家是吧 是吧皇后 医生甚至木匠都可以解决问题 大家都是解决问题我们只是一种方式 但美国 不是这么认为的 美国如果说这个可能说 我法律 是吧包括这个国际关系 我融合起来为什么就说大家会谈论这个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这个融合 你包括这个New Hav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当然现在这个慢慢慢慢慢慢也没问题了啊 但是这个依然见证啊 这个大家在谈论什么呢 其实背后我们在谈论的是什么 背后谈论的是法律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啊 什么是法律是吧 法律究竟是干啥用的 法律是不是就是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包括 New Haven School说法律说我是policy oriented 为什么就说New Haven School会强调自己说我是为了一定的政策服务 包括这个政策当然是可能人权啊民主啊自由啊 这个可能包括国家啊非国家啊这个NGO啊 什么包括这个利益啊是不是 这种各种各种东西是吧 背后是美国欧洲啊 对法律这就是我们这个论坛的这个主题啊 法律是什么背后其实深层次的反论反映了大家对法律的功能所认识的 不同美国认为法律可以干一切东西 这个欧洲啊包括国际法啊这个英国啊 因为法律只是limited 是吧 我们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国际关系 他们知道国际办系背后的一系列复杂的东西 但他们意识到我们国际法是一个确实像蓝老师说的是个自己自主的学科 在这个自己自主的学科上我们来解决一定的这个法律的心理 这其实是牵涉到各个国家运行等等的状态 这是最后一张PPT可以反映他当可以反映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啊 就是说这最后一张PPT是什么呢 这个我是今天才发现的这个PPT啊 为了这个丰富我的这个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 大家看一下啊拜登政府一个政府时期 他的Senior的Federal Staff就是行政机构的Senior Staff 一半多是有法律背景的啊 一半多是有法律背景的啊 你包括这个布林肯啊 你包括现在商务部部长商务部部长 你包括经济委员他们的国家经济委副主任都是学法律的啊 所以说你要从他们从法 从他们国家这个背景社会背景来看的话 你想想这帮法律人其实干的呢 你说商务部是法律的事情吗 是吧你说国家安全是法律的事情吗 是吧你说布林肯的外交是法律的事情吗 是吧但是这帮人接受的是法律的训练对不对 是吧这个所以你想这帮人是欠在美国的文化当中 这帮人认为我用的法律我是可以干任何东西的 所以他们会认为他们有个policy oriented 或者你说law plus是吧法律可以干一切东西是吧 包括这个这个图片显示的 year law school这个是吧 仅在这个就有12位啊 这个可能是可能是啊这个我没数过 但是绝对是我估计还超过少了 这个最后一个小故事这个结束啊 这个当年上课的时候啊 这个在美洲大陆上课的时候就这个问哎呀 我去这个美洲大陆上课的人还不知道这个 New Haven School 我知道到了那边以后才知道 哦这有个New Haven School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我就问这个New Haven School这个 现在这个瑞斯曼我说 哎当有一天啊这个瑞斯曼穿的这个 非常这个整齐西装大脸蛋 哎我说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整齐大脸蛋 他说哎呀我的学生希拉里过来 我说哎 希拉里竟然是你的学生 这个你当年教希拉里啥课 但他在教希拉里啥课 他可是教国际法的哦 他可是New Hav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他说啊我没有教国际法 我教的是什么 法律学 我教的是法律是什么 我当时就是以我的policy oriented 这一套法律学来教授这个希拉里的 从而让希拉里以后利用这套 来治理这个国家 或者治理这个全球 这个谢谢大家 这是我简单的这个分享 谢谢 黄老师我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 好谢谢马吉老师 马吉老师好激情 其实我这是第一次听到 马吉老师的这么激情的演讲 我这是第一次听他的课程一样 就是我相信我们STL的同学也 肯定很喜欢马吉老师 OK 我就不多做评述 我把时间还留给我们的朱家老师 我们那个语谈了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是有很多问题的 就是 赖老师也可以回应一下马吉老师 然后也可以就是然后接着就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 或者是你可以质疑一下那个马吉老师的问题 都可以 因为我最后觉得这个法律人他如果从政 是不是一定会推出一个法律什么都可以干 是不是必然可以推出这个还是 他法律人有能力用其他的逻辑来重拾工作 我不确定 OK 但是马吉老师就是他很多的有精彩的内容 我被他的手势和这种激情 就是完全给带跑了 所以我留给那个赖老师 一切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赖老师 好 谢谢黄老师 也非常感谢马老师 这个临危受命 然后非常慷慨的担任我这一次 这个讲座的这个语谈人 刚才黄老师说让我这个有一个回应 我是来学习的 特别是这个涉及到比如说TikTok 然后在美国遭遇到种种这个法律上的挑战 我觉得今天听完之后收获非常非常大 我先我看到咱们那个聊天框里有一些问题 我就有一些可能回来比较快 我就可以先答一下 有同学问就是能不能推荐一些 国际法的书籍 我看也有老师 这个也有同学或者是老师 推荐了Malcolm Shaw的国际法 我非常同意 我自己为了给国官的同学上国际法的课呢 就找了很多国际法的教材 我觉得最好用的是两本 一本是这个Malcolm Shaw的这本国际法 却是读原版会会最好 写的也非常的通俗易懂 不能说通俗易懂 但就写的非常的流畅 另外一本呢 我觉得北大的白桂梅老师的国际法 也写的非常非常的好 特别是如果觉得对读英文教材 有一些为难情绪的同学啊 我觉得不妨从白老师这本书入手 写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 然后全面 我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看好几位老师啊 或者同学都提到了 就是说 就是说为什么要结合 特别是刘洋老师提到了这个 这个问题 他说有四种可能 首先我要感谢一下刘洋老师 就是我这个讲座的英文题目 其实是刘老师次提的 是当时他把我想的 Tale of two disciplines 也是在这样一个题目的指引之下吧 我就是激励我一直在去想 这两个学科之间 他为什么要结合 他结合之后有到底有什么用处 包括刚刚我看有一位同学 就是说 这个国关学科的 学术成果的目标 客户是谁 首先我想回应一下刘洋老师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其实也谈过 讨论过这个问题 讨论过这个 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难从一个理论的层面上去解答 我只能说从我的个人层面上呢 或者是说我跟我的同学 跟我的学生们去交流的时候 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说 我们不是要去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可能就是保持一颗好奇心 就是我们在看待国际关系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作为 我们作为国际关系学者去看待国际关系 或者我们作为国际法的学者去看待 国际法或者国际关系 我觉得首先要 保持一颗对 其他学科对于这个问题 也可以说几句的 这样一种敬畏 我自己是感觉 因为我自己上 就是学过不同的学科 我是认为是在这样一个过程 就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出发 去看待同一个事物 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 首先它可以纠正我们 从某一个学科出发的 也许会存在的一定的偏见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去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看待一个问题本身就很有意思 更多的是一种学理上的一种 一种直去吧 可能谈不上一个 能解答一个理论的问题 至于说它能不能去解释 去处理现实中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许把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结合起来 也未必能够 很好的进行去解释 因为首先我们要回答的是 到底什么是国际关系 我们用到的是 国际关系的哪一种方法 哪一种理论 哪一种解释的框架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对现在这种 特别是中国学者比较推崇的 这种美国式的 国际关系研究 我本人不是特别的 追 就是推崇吧 我觉得它为了去实现一个 社会科学方法意义上的 一个简洁 一个完美或者一个资源其说 而去牺牲掉了很多丰富的细节 我会认为说 在我们去讨论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 它比如我们如果是谈国内的一个法律问题 我在这可能要这个翻门弄斧一下 因为在座有很多是国内法的这个大家 比如说像黄老师 我觉得可能我们从社会学 从哲学 从政治学 如果涉及到的是一个 某个具体的领域的问题 从公共卫生 或者是这个环境 等等等等 我们从每一个角度出发 都能够有一些心得 所以我觉得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结合上面 也许这两个学科本身结合也是不够的 它只是比我们说从某一个学科出发 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进步而已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非常不像回答的一个回答 然后还有一位同学或老师 就是说问我那个empirical和positivist之间的区别 那么positivist就是在法学 国际法学界的话 或者法学界的话 那就是实证法 好像也有翻译成实在法 但是这个我说的empirical 更多的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意义 这个empirical区别于 这个这种实证区别于normative 就是规范性的研究 它强调的是从事实出发 最后回答的是一个事实问题 而不是去像normative 规范性这种问题 或者研究它最终 想去探取的是一种价值的问题 一种理念的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解答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马老师您有没有什么 就是想先回答的 我这边好像还这个 刚才有一个最新的有一个问题是给您的 是吗 ok我呢看一下这个 美国的次级经济制裁是否符合安全 例外国际制裁的这个合法性 这个是具有比较大的争议啊这个 这个我先这个就是说刚才这个我其实其实这个对这个赖老师啊这个讲座当中有一点啊这个需要这个回应一下 但是但是讲的时候没有 然后呢一会再来回答这个国际这个制裁这个合法性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具有非常强烈这个学术争议的 这个第一就是说这个国际法这个和这个国际关系啊这个 我我所认为这个你看这个其实这个美国呢其实这个根据我的个人的personal这个limited一个experience 这个其实也没有这个国际法传统就是这个赖老师说这个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不一样这个欧洲有强的历史这个很早就开始这个国际争训是吧 美国也没有什么历史其实你要说这个其实美国估计也没啥国际法 你要这个看出他们有名的法区院这个这个NYU是吧这个法区院是吧 这个可能有一帮这个国际法老师都是从哪来的从欧洲过去的是吧 还得让欧洲这帮人来这个叫这个美国这个说我这个国际法究竟是怎么样的 另外就是我十分赞同这个这个拉老师说的这个国际关系为什么就是说 不这个可能会说对国际法的这个借鉴会可能会少一些呢 就说哎我这个我我所认为的个人的见解就是说就像这个赖老师说的 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拉老师刚才所提到这个我们说谈到这个法教育学或者这个规范这个性分析啊 这个东西其实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是吧 这个不是你看个这个UN这个条款这个啊或者看个什么WTO的条款就马上懂了 你得读case是吧case得有interpretation得读好多case你得总结出一定的东西来是吧 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国际关系学者啊这个不一定这个有这个耐心啊 是吧就像这个赖老师说提到这个印象性这个学派是吧 他不一定有耐心去具体到这么detail的一个词或者句子这个到底啥意思当中 所以这个所以说造成这个两个学科之间这个借鉴或者这个不太平衡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这个我说这个回应然后这个回应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法术ZZD这个问题啊 这个国际制裁这个合法性 这个首先你得就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安全问题 美国的刺激经济之代是否符合安全例外条款 这个我不知道你指的安全例外条款是指这个WTO条的呢还是这个国际这个投资贸易 这个国际投资这个重点 那我们就假设这个例外条款是一样的啊这个 就是首先就是说你首先这个就是说你原本就说我例外条款已经说了这个 这个我是例外的 是吧我这个我是state yourself self judgment 我state完全的habit when I consider it necessary 是吧 这就是国际关系不会注意这个东西 国际关系不会说八道这个词说when I consider it necessary到底啥意思 这个国际法就是说这个词就赋予了国家完全的自主权来 在面临国际安全的时候采取认可措施 when I consider it necessary I can adopt any measures 是吧 国际关系不会说读这么细 这就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一个这个区别 那我这个回答这个法硕的问题就是说 那你适不适合这个安全例外呢 安全例外已经说了这个我采取一定措施是我完全 我完全自我做主的呀 你怎么能说这个我完全是我完全是我sovereignty的事情 是吧你怎么我包括这个制裁你tiktok 你影响了我国家安全呀 国家安全是什么国家主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是吧你影响了我这个的生命 我怎么能不能采取就不就是进你tiktok呢 尽管这个他们所说的安全可能有广义啥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这个argue就是什么呢 哦你怎么能随意制裁呢就像这个这个法硕zztd 你怎么能随意制裁呢你要说你今天进我tiktok 明天进我这个干啥是吧 你你把我一切都进来的国际秩序称啥了 我们建立wto是干啥我们建立这个国际投资重担是干啥 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国际争端解决机事吗 就是像赖老师说的国际关系的司法化 进行一段的争端解决吗 是吧你把这个一切都破坏了是吧 国际关系也破坏了是吧 所以说哎这就是国际法的目的 所以说国际法学者说 这个安全例外我们也可以进行审查 来审查它是否做出的是否符合good face 是否符合prop那是否符合这个比例原则是吧 但是这个审查的时候 我们仍然才有difference的态度 deterence difference的态度 就是说我们给予这个国家呀 这个我们一般不干涉这个国家这个安全审查 我们一般不干涉国家所采取的措施 但是除非它严重违反的时候 这个我们还是要审查一下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参施着 第一为什么这个国际法这个和国际关系不一样 第二就是国际法 究竟如何的这个去维护 甚至规制混乱的这个国际关系 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谢谢 还有别的问题吗 赖老师你还看到别的问题吗 我看到有问 有问这个可能跟今天法律的主题 不是那么的相关 是问国关内部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划分 或者是说international studies 没关系的 这些都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您回答就是了 对的当然 我会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国际关系学科 他这样一个历史源流 他其中有这种人为设定的学科界限一样 其实这样一种界限在很多学科都有出现 在国关或者是因为我比较熟悉啊 我觉得尤其的明显 比如说我看有一位同学问到说 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地区研究国际法之间有什么 就是这个就是国内对于这些东西的划分是是怎样去理解 我觉得就是就比如说国际政治跟国际关系有什么区分呢 没有任何区分啊 可能就是这个这个系这个历史上面就是有两派老师 然后有路径依赖 最后就变成了两个两个学科 但没有什么区别 区域国别可能不太一样 区域国别可能是更强调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区域的研究 他可能不是那么的强调对于一些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但是我们说自己我们在真的是去研究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亚太问题 或者是这个东南亚这个问题或者是中东问题 其实我们真正自己开始做研究的时候 无论是硕士阶段博士阶段还是我们这个老师们 我们可能需要用到的是一整个的一整套的知识 其中包含了地区区域国别研究 包含了政治学的基本理论 包含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包含了对于一些基本国际法的了解等等等等 我认为就是这种现在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学科分野 然后呢我们要在某一个人为划定的这个界限之内 追求到说某一种叙述方式的一种极致 这是为了这是为了什么呢 这好像并不是为了知识本身 也不是为了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 这个可能就是为了去满足当下学界某一种 更方便的这样一种工作语言 或者是一种叙事的方式吧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不成熟的理解 希望大家希望大家见谅 然后还有我看有同学问到说 这个可能刚刚也提到啊 就是国际关系他到底想要 学科要想要解决什么 想要解决什么 我觉得还是还是回到那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世界 对他的认知有一个敬畏 要有一个耐心 我记得前段时间 清华大学的严学通老师 写过一篇文章 谈他对于这几年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关系教学的一个变化和面临的挑战 他谈到了一个就是 我们知识的碎片化和这种社交媒体化 或者是抖音化 我们更习惯是在三分钟五分钟时间之内 把中东问题讲清楚 把乌克兰局势讲清楚 把这个气候减排讲清楚 那么由于时间的限制 由于我们的在这样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 注意力只有可悲的三分钟五分钟 我们必然会牺牲掉很多的细节 或者是说都甚至不是细节 就是一些基本的事实 那么我们成就的是什么呢 我们成就的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化的叙事模式 因为可能人类大脑就是喜欢一种 更加简洁或者更加明了的这样一种 讲故事的方式 那么最后什么样的故事会被讲出来 这样的故事被讲出来之后 会对人类社会 无论是我们说国内的政治关系 还是国家之间的一个政治关系 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都很难去预料 特别是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 无论是抖音还是国外TikTok还是Twitter 它可能都有加剧比如说政治极化 或者是意见极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来 从不同的角度讲清楚来 把历史讲清楚 把他的法律原理讲清楚来 是我们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和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 那也是我们自己就是 不要主动去限制自己的想象力的一个努力吧 这个是跟讲了很多 和今天的主题都不是很相关了 好像马老师好像最近 又有一个问题是问您的 请您看一下那个对话框 这个我看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非常抱歉 这个问题 这个我是关注到了 但是对这个问题 我确实不懂 这个没有任何看法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国际法是否对这个东西 这个是个纯粹的国际关系事件 还是国际法对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对这个东西 是有任何影响 这个因为我没有去研究过这个东西 所以非常抱歉 不能回答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我认为还是偏向于这个国际关系 试图改变这个意识规则 这个我不觉得这个可能 我不觉得国际法对 可能可能这个UN 我不知道UN本身这个article UN本身的article 是否对这个意识规则 有一定的这个规定 甚至就是可能就是 大家这其实是国际关系 这个不是有人还说 要把俄罗斯踢出联合国的吗 美国马上说 不可能的 法律上没任何办法呢 是吧 这个我估计是背后 然后这个回答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说这个法作为这个经济工具 或者法这个作为政治工具 这个 这个 这个法可以作为经济工具 曾经有一种理论 叫做LSV理论 是吧 说我们这个实行这个 common law的这个国家 经济发展就很好 实行这个sable law的这个国家 那经济就不行 是吧 1960年代还是1950年代 非常流行的这个论文吧 是吧 现在看来不就是 一坨这个垃圾吗 intellectual junk food 是不是 但是当时是多么具有 符合了新自由主义吧 多么具有轰动性的这个论文 是不是 中国的经济不是照样上来的吗 中国你说是common law吗 完全不是 是吧 这个你 这个 是吧 那你看看这个印度 可能是这个common law 那也没看 是吧 不一定有中国发展号码 所以说法作为这个经济工具 I don't buy that 对吧 法作为政治工具 可能 你要从一定的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就说 法就是像赖老师说的 法是作为披着国际关系外衣的工具 就是说这个理解其实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你国际关系 你要落地 对吧 你都得通过法来落地 你都得通 你不可能说我口头落地 任何国际关系都要通过法来落地 这个法你可以说 难道不是通过武器吗 是 是吧 是吧 这个武器也得遵守这个法律嘛 是吧 这个 我们这个俄乌战争是完全在法律空间上展开的 就是说也得通过这个法律 我能不能制裁你 是不是 我想制裁你 我还得下载一个行政命令 是不是 所以说 我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下 可能国际法是这个政治工具 这个我是同意的 这个国际经济学如何看待这个国际法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经济学背景 所以我也没办法这个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国际贸易法 大家如果看的话 也是在这个全球这个自由主义 那个市场经济的这个 这个派别情况下 才形成这个WTO 这个全球的这个世界贸易这个机构嘛 就是说大家认为这个全球 这个在这个市场这个分配 这个效率的公平的情况下 各个国家都会有这个一定的收益 人民都会幸福起来 这是这个是吧 经济学背景对这个我们这个国际法的一个这个典型的这个出境 是吧 但是这个事后又产生了一些非经济性的问题 是吧 现在法律试图去回复非经济性的 是吧 比如说这个economic inequality 是吧 经济的这个严重的这个不平常 是吧 这个这都是这个在这个一系列情况下产生的 这个可能这个经济是对法律的这个机制设计 就像这个regime是吧 就像赖老师说谈到这个机制设计是吧 你如果把WTO看成一种机制设计的话 增端解决机制设计的话 是有一定的影响 就是我们当时是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我对这个这个问题的回答 其他问题这个赖老师 您来这个收官 好赖老师来收官 刚好我们时间已经有点超时一点点 那老师来收官 好的谢谢 谢谢黄老师 我看到还有很多问题 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也确实没有这个知识储备来回答 我接着刚刚马老师的建议讲一下 就是法作为法语经济学 其实运用法语就是法 Law economics这样一个学派去研究国际法 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领域 但是他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昙花一现 在国际法这个研究的各种流派当中 如果就提问的这个同学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相关的住宿 我记得Pilsner应该是有写过相关的文章 那么国际经济学是如何看待国际法 或者说经济和国际经济问题 和国际法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呢 我会觉得说国际经济法 这个提法本身会给予现有的这一整套规则 就以一个合法性了 好像它是各个国家应该去遵守的一整套规则 比如说二战之后的这个官贸总协定GAT 以及在这个投资领域 我们说建立的这个EXIT 这个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一段历史去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GAT它的这个覆盖范围是很有限的 这个绝大很多国家是没有参与其中的 那么EXIT在这个成立之初也是备受争议的 所以我觉得因为经济学可能它传统上的理解 可能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一个Efficiency的效率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福利的问题 Welfare的问题 那么法律可能它更多的去想要去探究的呢 在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公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论国际经济法的时候 既要想到这样一种以推进更有效的来推动 国家间贸易或者是资本流动这样一些法律制度 我们也要想到这样一种推动国家间更加公平的 这样一种财富分配的 或者是说国家之间更加平等 相互处理关系的这样一种规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段时间 还有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 然后在这个联合国的框架下 还有各种各样其他关于get的 这样一种替代性的制度的讨论 这就是我觉得回到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 我们怎么去理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无论是法律还是关系的原则 或者是真实的面貌 它都不太可能是一个非黑即白 或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形式存在的 它和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一样 永远是有很多的多样性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叙事 有很多故事可以去讲 那么我们之所以会想去试图推进这两个学科 本来是连接在一起 然后从这样一个被分离的状态 走回这个连接 可能就是想去探讨一下 我们试图用更加多样化的眼光 来看待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最后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崭新的启示吧 黄老师您看这样的收官能不能打一个60分 完全是我们应该打95分 然后留下5分请赖老师再接再厉 下次我们再在这里 赖老师是今天很辛苦 马老师也很辛苦 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么各位我们今天就到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